大家好,这个叫做Kenderm的这个地方啊,它呢是建于1768年到1771年,那么这个园子啊,一共有1300亿亩,因为在佛吉尼亚的佛德里斯伯格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南北战争的交接地,众所周知啊,美国的南北战争最后的结束就在佛吉尼亚的这个佛德里斯伯格来完成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具有它独特的战略地位,所以说啊,作为一个历史,它也见证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过程中啊,至于说南北战争中的李将军和林肯最后谁胜利了呢? 我想啊,在美国的内战,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是没有绝对的胜者的。 这个呢,也凸现出美国战争的一种定义,以及啊,美国人对战争的看法,可能啊,与我们很多人的想法,和我们对战争的定义,还是有所不同的。 这个小古老的房子啊,至少应该有两百年了。 所以说美国的历史啊,我们都看的是两百年,但是美国人呢,实际上都是来自四变八方的。 主流呢,当初是来自于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等。 所以说啊,美国的历史,作为一个国家来看呢,只有两百四十八年。 但是作为美国人,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简单讲呢,美国人是从欧洲啊,移民过来的。 这是美国人的主流。 现在来看呢,尽管当时美国这个地盘啊,是英国的殖民地。 但其实啊,现在美国人的人种中啊,德国人超过了五千万。 应该说是占美国种族人口的第一位。 这也就意味着啊,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种族国家,来自于世界的各个国家,共同组成了一个联邦。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在美国人的历史上,它前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英国的殖民地。 再往前面走呢,就是央格鲁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的历史,实际上再往前看呢,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所共同组成的人类。 所以说美国的历史啊,应该追溯到啊,古希腊这个时代。 那么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历史是超过了五千年的。 所以说美国人的祖先,他的历史可不是两百多年,而是五千多年。 这样来看呢,美国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所谓的两百多年的国家历史。 或者说,美国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 但是美国呢,它可能又突破了传统的法国、德国,尤其是英国的君主制,建立了一个新型的美丽节和中国。 过去啊,我们传统的认为,东西方是一个不同区域的文化。 我们经常也会说到,美西方,用这样的称呼啊,来对待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一种简单的称谓。 但其实细分起来啊,这种称谓也不是合理的。 因为美国就是美国,西方呢,就是西方。 美国实际上不等于西方。 美国和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国家,像英国,像法国,像德国,其实都有很大的矛盾的。 但是呢,这种矛盾呢,可能是亲兄弟之间的矛盾。 正于美国的第一孕总统华盛顿所说的,当时他在建国的时候就号召啊,美国人民应该只管自己的领土。 甚至啊,他让美国人民不要去管啊,欧洲的事情。 当时啊,他认为,欧洲离美国太远了。 他们没有理由啊,去涉及欧洲的事物。 记得当时啊,法国大革命。 法国的总统啊,就要求当时的华盛顿来派兵支持法国的大革命。 因为在美国人与英国人进行独立战争的时候,法国人给了大力的支持。 当法国大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美国总统华盛顿呢,却拒绝支持法国大革命。 美国人认为啊,我们只干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所以今天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啊,像特朗普这样的传统的保守派的美国人, 他们强调的是呢,让美国更伟大。 这其实啊,它包含着华盛顿的思想。 如果我们不了解美国的历史,很难理解啊,像川普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一再强调让美国最伟大? 似乎呢,把美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恰恰表达了美国保守派的一种价值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才能够理解美国的所谓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区别。 因为在之前呢,美国所有的党派基本上都是共和党,也就是属于华盛顿派的。 但是啊,随着美国的不断发展,竟然产生了民主党。 也就是说,民主党是在共和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左派和右派,左派是left,右派呢是right。 那右派right代表什么呢?代表正确。 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的传统历史中,右派才是正确的党派。 而左派呢,是游离于右派之外,形成了一种新生力量。 因为这种新生力量呢,它主要的是依托于移民。 因为移民会有不同的形式。 也就是说,在移民的群体过程中,有优秀的,也有拙劣的。 这些人种啊,或者促进了美国的发展,也或想呢阻碍了美国的发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在旧金山这些地方,会有那么多的左派和那么多的民主党人士呢? 这些移民呢,它是倾向于啊,走左派和民主路线的。 这就呢,形成了美国的两党斗争。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的两党斗争啊,其实并不是绝对的互相矛盾的。 也在某些利益上呢,它也有共同之处。 这就说明啊,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啊,左派和右派,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力量呢,还是比较均衡的。 它并没有出现绝对的偏左,或者绝对的偏右。 或者说偶尔呢,有几年是偏左的,再过几年可能又转向了偏右。 这就是美国总统在轮番坐庄,不断变化的过程,有可能啊,使美国这个方向在不断的调整。 这样来看的话,很多人说,美国可能衰败了,美国要消亡了。 这个说法啊,我觉得还是有点偏颇的。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可能啊,最终会消亡。 但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离消亡有多长时间,需要我们来考虑。 也许是十年,也许是一百年,甚至可能是五百年呢。 另外呢,就是这个国家的衰落,并不等于这个国家的消失。 也就是说,当这个国家衰亡的时候,可能呢,还会有一股新生的力量。 涌现出来,一个国家的灭亡,意味着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 其实美国啊,也是如此。 我们有很多人在盼望着美国的衰落。 如果美国衰完了,美国这个世界霸权没有了,那么世界就太平了,中国就发展了。 其实这句话乍听起来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如果你稍微用逻辑来分析一下的话, 这句话存在着非常大的瑕疵。 大家想一想,美国这个国家才建国两百四十多年, 而中国的发展历史啊,有五千年。 我们讲中国的历史,至少存在着几个朝代。 那个时候啊,美国还没有产生呢。 但是我想啊,美国的衰落可能会存在,美国的崩溃也可能会存在。 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衰落一定会有另一个力量的兴起。 美国的崩溃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州,或者其他更多的州,组成一股新生的力量。 那么这股新生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可能更比原先的旧力量要强大得多。 这也就是我们在预测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国家,它是否有创新的精神,是否有自己的信仰。 如果有理想,有信仰,有创新的精神,那么无论谁当家做主,无论哪个党派成为执政党, 都可能在不同的政党和政府变化之中啊,重新获得新生力量。 这个呢,就是我们对另外其他国家的一种看法。 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种看法以后,我们才能够啊,用全局的观点去看待世界, 而不是呢,站在中国去看世界。 我们有了这个观点以后,我们看到美国的发展,就会有一种冷静的想法。 美国的好处,我们要多加学习。 美国的不好的地方,我们也要吸取教训,加以否定。 至于说美国衰败以后,是否我们会获得利益? 这个呢,其实是一种扎小人的想法。 也就是说,不存在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的算术, 这不存在着一种简单的零和博弈。 因为美国离中国啊,还有几万公里, 而且中间呢,也隔着太平洋。 甚至啊,美国的文化,美国的语言, 和美国的生活习惯,以及社会制度, 与中国呢,有非常本质的不同。 所以说,美国的衰亡啊, 不一定代表着中国就可以啊, 去统治美国。 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 我们呢,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把中国的事情做好。 只要中国自己强大了, 那你就是世界上啊, 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之灵。 至于说,别的国家发展的怎么样? 可能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别人的发展,可能会促进你的发展。 而别人的衰亡的话, 也可能会带来你的衰亡。 这句话,至于怎么理解? 我想呢,大家呀,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最起码我们可以知道的数据是, 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 达到了七万余家。 而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 每年达到了将近六千万美元。 就不用说人员交流, 技术交流,文化交流, 教育交流,体育交流, 等等这些事情了。 所以说,中美之间的发展, 我认为未来一定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至于说,如何达到这种境界, 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 需要我们提出我们的想法, 更需要展现出我们的中国智慧。 好吧, 今天的话题呢,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